長洲有很多地方 很多街坊知道 但連招牌都沒有 但好吃 遊客是不知道的 林Sir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長洲人 但在14年前退休 搬到來長洲居住 因為喜歡拍照 幾乎走運了整個長洲 他並不介意遊客來到長洲玩 但就很希望他們能夠多點欣賞長洲的味 所以自知出了關於長洲的影集 以及製作了蓋章地圖 教人跟著地圖 去法國長洲的隱備食店和故事 這次他親自帶我們 去到平時遊客都很少搭觸過的地方找食 經常都聽見街坊說 這裡有一間很特色的小食 所以今天來試一試 後來才知道 這間小食店 在我們太平清照的三天來講 秉承傳統三天都素食 這個真的很特別 因為外面的很多已經破壞了全島 這間食店還特別在 有三位九十號的英俊老闆 他們為了開這間店 在開業前特意飛到萬谷 在當地的士林廚藝學校 學煮最正宗的泰國菜 可能在香港煮椰汁的時候 只會用糖和鹽 令椰汁有甜和香味 但我們去到泰國學正宗的方法 發現原來泰國廚師普遍都會 落斑蘭葉去煮椰汁 令到香味更加可以出來 可惜食物的選擇不算多 加上打照期間只賣素的話 食物的款式就可能只剩兩三樣了 如果想吃豆腐花 林常就介紹這間無招牌的小店 雖然位置隱蔽些 但是在必試之選 很多街坊來吃 因為這裡附近有留人員 有留人中心留人員 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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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開業派長 每天都來吃一碗豆腐花 外面做豆腐花的木桶 多數都是不受降的內膽 但是這裡就用了 已經用了二十多年的真木桶 而且豆腐花都是新鮮即製 難怪呀特別好吃 看著五三五太和林Sir有說有笑 其實最後都是次要 因為小店的人情味 就是最好的調味料 長渣是一個特別之處 吃東西之外還要聊天 是的